我每次看的都是看你和德哥兩個說的 我是那些 縮大兄弟我 兄弟 那就來了 差不多 嗨,我是永珍媽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會不會說說HOT TOYS的Mk7改色 有機會買才行 連出尖沙咀的機會都沒有 安施了 玩具TV第26季第12集大結局 不知道有沒有下一集 所以我們會盡可能珍惜現在的時光 要介紹的 首先要冥謝我們今天在遙遠的地方祝福我們的導演 他承捐了這隻GM Sniper 今次要介紹的出來和大家分享的 叮 如果大家有看這個幻蜜狀羊的話 就知道我經常勝地被走掃 幫老闆訂東西 永遠是永遠 他們不會主要跟我說 喂,訂了沒有?我可以拿了沒有?等等 要我問 他們也未必會回答的 是,忘記了 是的,阿滴就和我承捐了這隻東西 五夠水 是不是真的他訂了? 真的會誣摸他 也有可能 你也知道,銀弄 無論如何都好 好,開 沒錯,今次看到他這個robot魂的 怎樣說,這些份量也很厲害 是的,有 我開一個 是的 我開一個 好,麻煩 你這隻是全身未開過的嗎? 當然,剛才才開邊的而已 台座有心線 這些就是誠意,難得 台座有心線 看到 看到 很少好 這些東西很飄忽的 一時又啞臉,一時又光臉 一時又有心線 一時又沒有這樣拍 幾十人的 整個都有心線的 好心線 另外,主體連著這個特效 哇,立刻跌了這個 雷射劍的pass 不過我真的未見過吉姆 擺一個高大的姿勢 向下劈 所以這個特效件真的是 bonus 他說給你,你就要吧 一定要 當然,重點當然是這一把 Sniper 槍 漂亮嗎? 可以啊 它本身是綠色,全部都是啤膠 灰色看上去真是賞色 給我印象中會比較小 一樣,一樣 可能要遮一遮背 遮我的背 這個焦準器也挺漂亮 是金屬色 好 或者要麻煩Walker幫我 先準備台座 我就可以主動 搖一下 GM Sniper 既然是全身未開的關係 我甚麼東西都未裝上去 可以做兩把 雷射劍是適當的位置 它的適當位置在哪裏? 雷射劍 搖一下 安裝了一遍 先做其他事情 先把下隻 GM Sniper 其實本身就著 GM Sniper 都有不少的變異種 當然了 其實自從這個 GM Sniper Custom 在這個MSV出現之後 似乎追擊手 在這個高達世界中 都頗受歡迎 今次這個 GM Sniper 就用了這個 綠戰型吉母 來做這個素體 坦白說 只是鑽式 不過就換了這個 綠色和灰色的格調 這個感覺 亦都舒服了 它有一個瓦面的 製作 另外最欣賞的 就是它這個 頭部的一些 內構和精密的造型 以及半透明的 算造的眼罩 是不是出冤魚? 好像不是 好像是大學園 它這個應該是大學園 我記得設定稿的 暫資 我印象中應該是大學園 那種暫資 有錯 大家就幫忙更正 多謝林肯師兄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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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多欣賞 它背部的推進器 設定 都非常有型 好了 那就動一下 以Rowport 雲建青的話 它的可動性 坦白說 都應該是 癡癡線級數 你剛才看到 我不斷動一下頭 上下的幅度 是很誇張的 原因是什麼呢? 你在後面 看一條頸的位置 就會知道 本身它在後腦位 其實已經加了一個關節 所以變成 向上動的時候 它連帶 縮在後面的後腦位 令到它向上握 那個幅度是很高的 有詩問 就是綠色加不加 我覺得可以接受 可以的 因為它用了少許 mat的處理方法 好了 另外 這樣看就會見到 絕對沒有偷工減料的 上半身 它這個上空 這個向前後拉動 令到它前臂 是可以做到很誇張的 對折 雖然它有一個 突出來的胸口 但是 它都可以接近 摸到 另外一邊的拉拉 另外又看回它的 癡線的上臂可動 你會見到本身 這次的吉姆 這個肩關節 其實構造是蠻複雜的 除了有一個 向上拉的關節之外 前後也會有 而這個橫軸 本身 上臂也有一個可動 令到它動的幅度 變得更加大 所以就這樣 隻手向上咬 已經超過90度 差不多100度 加上正常的上臂橫切 和這個蝴蝶臂關節 令到它也可以做到 這個貼近胸口的動作 神經病 我建議可動性方面 不用躺太久了 因為這個Moddy 已經準備好了 都不是第一次出的 嘩 那真是 不如握一握 馬上拆開手 握一握 什麼手 它應該是否有一個特別手形 一定是 所以再看看用哪一款手 我記得以前HCM PRO 它容易握槍 零石的手是諗的 看一看 因為它這個手腕的可動性高 所以我想它也是給它一般的手型 靠它本身手腕的可動性 就可以遷就需要角度 它整個肩關節都是瘋狂的 無可否認 另外左手應該是手掌的這個姿勢 反而有一個位置我看不明白 這裡有一支棍是甚麼來的 這裡有一支棍插台座 不知道 這是甚麼 這不是一支劍 這麼邪惡 但又沒有缺件 應該是一個灰色的件 還是在台座先找到 我暫時未能得到這部分 有位謙謙師兄 因為我們今天設備有限 我們是用手提電話來做直播 所以就可能沒有特別太清了 忍耐忍耐 看看 清嗎? 不是喔 你會不會是要自己設定的 等一下 Quality 師兄 你是不是在用Youtube的APP來看呢 你用右上角的齒輪狀的按鈕呢 你要點到Quality 你可能設定了一個比較低的Quality 看看會不會 我們現在這個應該是叫做720 做Live應該是盡的 好像是 你要在我們上載之後 才可以看到這個1024的Resolution 是的 暫時 其他師兄都說 應該是正常 叫做清的Quality 會不會有型 這個是Rambo來的 是啊 真的嗎? 真的嗎? 像Rambo一樣 好了 做個位置 招牌POSE 好 本身就住 不過其實它應該有些 冷卻裝置在旁邊 不過我看這一壁很分別 全部拔開就是兩邊 然後這個就要 拆了背包的兩旁的兩個蓋 然後呢 其實大家在這個振動的山那一 我有沒有記錯我名字? 地動山潮 是 我叫振動的山 那裏會見到 真是 原本 真是可以一眼就把這個 阿布薩勒斯三擊墮的 誰不知 真是 可以說是它不幸 真是 結果就成為了這個阿布薩勒斯的製品 好了 這個是左邊 應該是這樣 這是遠線來的 對 這個是右邊 對 然後就 沒錯 向著你這個是地台的地方 我們跟著說明書的 啊 在這裏 好 這個 這個 裝飾品 先插在這裏 好 枝棍在台座 對 我看到了 哈哈 瞄準器 就大舊了一些 不知道了 科幻的東西 我們認識鐵鐵嗎 科幻的東西 他喜歡了 對 對 還沒拿穩子 唱 我覺得他的顏色 好像裝甲騎兵 嗯 是啊 真的有那種感覺 我們都有很多師兄在看 今晚 星期五 是啊 都有四百多人 人吧 多於我們今晚有 我們有嘉賓加持座 沒錯 投向窗的方向 給了幾秒鐘時間 我們 設定 街價多少錢 我想也要五百多 不止 炒 炒 炒不是炒多 原價就五百多 對 原價就五百多 對 波卡幾時 三篇出 給我這麼多時間 拍了很多東西 剪就沒有空剪 對 今次去日本之旅 應該都有片看 今次 有一點 少少 拍了一些畫剪 可以容許人拍攝 我拍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畫剪 之前拍了很多玩具店 沒有的東西 但是就 需要少時間處理 因為我不好意思 在玩具店裡說話 所以我是要自己再 後期配音 對 所以時間多些 好像今天在海洋公園 我們即時說話 我就馬上去剪好了 原來上到七百多了 嘩 好 足夠 我相信 看到這個 Molly 總 C춘 他本身就着那个机体的每一个可动性都是变态 他这一只追击也是变态 特别是就着他的手的可动关节 令到他本身仲使是摆一个这么复杂的Sniper姿势 都摆得很舒服 我告诉你我的WhatsApp里有个网友 改了驾驶舱可以揭起 还有那条吊臂在旁边可以吊回那条纜纜 是不是瘋狂 我一会开给你看看是在外国城堡 我想重点就是看本身的强制制冷系统 和本身的供电系统 那几条纜纜在后面 其实都不会有什么阻碍 因为纜纜全部都是软胶后来的 所以非常好玩 希望我不会出油 这个就是重点 好了 都不讲太久了 因为真的时间不多 那我们转下一个了好吗 先做多东西 下次吧 下次 下次吗 观众会不会 那可能 我们也关了 EZ8的更正版已经有得换了 但我也难去 二百多三个水流下有得进 即是激死了 神经病 我还没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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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好 麻烦阿迪的捐献 我们也玩得很开心 这些也是高质素的 7个水贵了一点点 但都可以的 那些是不是云限 云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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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都是这样的 好 好 稍后见 好了 即是 打大佬 WatchingToysTV